中广论坛 大家已经听到了 现在高雄有一个最热闹的场地 就是在整个凤山行政中心前面的草地广场 那今天就是有举办了一场草地音乐会 那这场音乐会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韩国瑜市长跟他的团队要跟高雄市民告别 所以这是一个告别的音乐会 那当然这当中既然是告别 就充满了一些的感伤 那今天活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蛮多人在这个活动现场的 我相信可能人会越来越多 那刚刚新闻报道的已经来到八千人 我相信可能会是一个大概将近万人的一个活动 因为活动的最高潮应该是韩国瑜市长 预计在五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会跟他的市府团队 那一起出现 要谢谢高雄市民 那我们这个网路上面 我们的这个网友Emily呢 他说他人也在现场 天气很热 那气氛也很热 的确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高雄应该又是一个艳阳天 因为昨天 国民党的中常会到高雄去举办 所以昨天 我现在是兼文传会的主委 昨天我也下到了高雄 高雄的天气真的很热 那所以这个在现场的朋友 我们看到那个现场的画面 今天在音乐会现场画面 大概抵挡不住这个热情的太阳 很多人都把这个伞打起来了 那还好这次韩国瑜的诉求 是请大家穿白色的衣服 所以可能这个至少不是黑色的这个吸热 所以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因为人多的地方气温会升高 所以这个在场的朋友 可能会稍微比较辛苦 但是我想对于这些 非常支持韩国瑜的朋友们 再怎么辛苦 因为这个是韩国瑜可能在短期之内 会跟大家见面的最后一场大型的活动 所以我相信很多爱护他的朋友 再怎么辛苦 还是会挤到活动的现场 那希望听见韩市长 是怎么样跟大家say goodbye 那这个整个韩市长 他的这些任期 他的政绩 他在政治的起落 大概在今天晚上的告别音乐会之后 暂时会画下一个休止符 那我觉得让韩市长稍微沉浅 休息一段时间不是坏事 说不定对他个人来讲 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回想 韩市长从2017年 他在北农的时期 那他北农时期 他其实就被追杀 那就是因为新潮流 我不想让他继续担任北农的总经理 硬把他赶下台 所以呢 他之后他来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初选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我在立法院担任 党团的这个书记长 那当时这个整个初选的过程 韩市长其实都有参加 那虽然在国民党初选主席的时候 他并没有拿到很高的票数 那没有当上国民党的主席 但是呢 后来他转战到高雄 担任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然后又参加高雄市市长的初选 然后代表国民党 在高雄市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在2018年那他翻转了高雄 也带动了其他县市的 这个候选人参选的气势 所以2018年国民党打了一场胜仗 拿下了15席的县市首帐 那对韩国瑜市长来讲 整个声势如日中天 也就是所谓的寒流的现象 风起云用 那所以在2018年 韩国瑜市长 他这个以89万票高票 打败了陈其迈 拿下高雄市长宝座之后 他的人气持续的串生 那也就是因为这一股人气的串生 有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也产生了 就是过去没有刚当选的高雄市市长 马上披挂上阵 再参选总统 那但是呢 过去台湾没有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在韩国瑜市长身上发生了 那所以当时很多韩国瑜的支持者 包括国民党有一些的党员 大家都认为他的民调很高 他应该可以代表国民党 再继续出来角逐2020的总统大选 那这件事情当然也在让当时的国民党的初选 变成是一改再改 这个初选制度摇摆不定 那最后还引发这个包括王建平院长的不满 那这个当时朱立伦主席也觉得 这个初选制度一改再改 恐怕是有问题 那等于国民党在总统初选的制度呢 一路的摇摆 那后来呢 真的是量身打造 后来变成是这个韩国瑜市长呢 变成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但是对韩国瑜市长来讲 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所有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谩骂 这个也来到了全盛时期 他所有的事情都被检视 他买过多少房子 投资多少房子 甚至他个人的私事 是不是有女朋友等等 通通都搬上台面 甚至他的夫人的言行 有没有过度的干预 这些通通都被放大进来检视 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去年 2019年 几乎媒体天天讨论的 都是韩国瑜 那网络声量第一名的也是韩国瑜 那所以这个整个总统大选的过程呢 那这个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的初选 这一路上可能包括证件发表会这当中 他过去有没有买房子等等这些事情 通通都被挖出来 那这个执政党 民进党是合力猛攻 几乎比较偏绿色的电视台 争论节目天天讨论他 那当然是讨论 觉得他可能在个人私德上面 或者他觉得言论有争议的部分 就不断的被放大 那网络上面呢 当然是一面道 就是有蛮多网友也帮忙加大力道 带风向 骂他是草包 然后呢 他的一些言论 就是也被放大 等等 所以导致这个 在年轻人心目当中 对于韩国瑜市长 其实在2019年 这样疯狂的洗版之后呢 大家对他的印象 其实存在蛮多的偏见 有一些大概都已经偏离事实 但是呢 这么严重的偏见 有没有改过来呢 完全没有办法 即使在2020年 这个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了 那蔡英文大胜韩国瑜 那是不是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 显然没有 那这个绿营对他的追杀没有手软 罢免运动也是风风火火的展开 那从去年我们就看到 这个WeCare团体 就是在韩国瑜市长还没有任满一年之前 就开始连署了 然后开始起跑了 那剑指的就是只要他总统一落选 罢免案一定要弊案 然后也一定要让他双杀 就是没有总统也让他当不了市长 那果真这个政治无情的一面 还真无情 上个礼拜的这个罢免的投票 我们看到有高达93万票 是要罢免这个韩国瑜市长的 这个票数远远超乎大家在民调上面的预期 原本在民调上面 大家看到的数字当然觉得不理想 罢免案过关的几率很高 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的高 是高达93万票 那这个罢免的投票率来到四成多 这个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那所以面对这么高的一个罢免的投票通过 那这个韩国瑜市长呢 我想他后来也告诉大家 他接受而且也尊重高雄市民的想法 所以原本在这个选拔法里面呢 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你当事人还可以再提起选举无效的诉讼 那韩市长在前两天也很明白的告诉大家 他不会提起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 也就是所有的事情到今天 大概就完全告一段落 那这个从刚刚我的描述当中呢 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韩国瑜市长 他的崛起到现在罢免案通过 这个如果用这个游乐园的工具来形容 大概就是像做云霄飞车般 他曾经飞到云端 是很多人爱戴 而且也希望他这个可以拿下总统大位的人 但是在选举失败之后 失利之后 变成是绿营权力围剿的对象 连市长都当不了 在明天下午三点 他的职务就会正式被解除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很多韩国瑜市长的支持者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去抗议 抗争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机会 去表达他们的不满 所以一度呢 这个有号称也是韩粉的一个黄先生 他在这个礼拜呢 13号要在凯道 而且他连续戒了两天 13 14那本来呢 那个主题是要还给这个韩市长 帮他讨公道 那但是呢 这件事情 其实韩市长本人 并不觉得要继续走政治对立的路线 那韩市府团队呢 韩正寅他们选择的是 用一个告别的音乐会 用一个比较温馨 而且不对立的方式 来选择跟市民告别 那所以这个很多的政治评论都觉得说 韩市长不一样了 韩市长改变了 甚至连这个 陈水扁前总统呢 他都说 这个韩国语变得不一样 那主要是过去大家在政治上的看法会认为 今天 你来整我 你发动霸面 那我当然其实就要回击 我当然就要报复 我当然就要去 就是动员我的支持者 再来闹一场哦 这个是如果过去我们看政治 很走对立一面的 当然是这样子的做法 但是呢 韩国语市长 的确在这一次他选择走不一样的路哦 包括诉讼 提起诉讼也是他的权利 但是他决定一切到 到此为止哦 就是不要再让社会对立了 那他也知道有他有很多的支持者 如果他去带动这些支持者 就是做一些的抗议的行动 他的支持者也一定会跟随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子做 他认为台湾不需要更多的对立 台湾其实应该要走向和谐哦 那这个就是他个人展现他气度的地方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能在就是被罢免之后 那可以稍微沉淀 然后不是用发动斗争仇恨的方式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是选择低调 然后让这些对立慢慢趋于平淡 我想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个在政治人物上来讲 应该是要给掌声的 无论你过去喜不喜欢韩国瑜市长 喜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 喜不喜欢他过去所推过的政策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他选择让整个社会趋于平静 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人物 展现他的智慧跟高度 就是难得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面应该要给予他肯定 那当然对于支持者来讲 就是那么容易放下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个插曲 就是原来在凯道上面要发起的这个活动 这个发起人他说他是韩粉 但是当他知道说 这个韩市长就是并不希望有这一场活动 因为那个的诉求会比较是对抗的对立的 并不希望的时候 结果这一位发起人呢 竟然就转而批判这个韩国瑜市长 就是认为他这个退缩 然后呢切割 然后没有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但是我觉得 这些想要支持韩市长的朋友 如果你当时的本意跟初衷 就是为了韩市长好 那这个时候真的要想一想 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 那当事人如果觉得不需要 此时此刻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我是认为应该要尊重一下这个当事人的想法 毕竟你这个活动是帮他办的 那当事人如果已经没有想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活动再办下去的必要性 恐怕不高 那另外一个是 其实这个当韩国瑜已经这样表态之后 真正他的支持者 恐怕也不会来参与这一场活动 那可能这个现场的活动的人数 大概可预见就是不会太多人 那因为包括那个指标性的韩粉杏仁哥 也都说他当天不会到现场 就是他听进去韩市长所讲的 所以呢不会到现场去 那我也觉得这个主办单位真的 还有时间可以再衡量 就是说因为办活动 其实需要动用很多的资源 物力人力的资源 那既然这个活动的主体性的主人 认为不需要这样子做 那是不是还要只一半下去 我认为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那当然这个事件其实也告诉大家说 在一个政治运动 一个事件之后 你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那这个其实是 大家可以去讨论的面向 因为各自会有不同的主张 比如说有的人就主张说 当然是要激烈的对抗 当然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这个才叫做政治 或者是有人建议国民党说 你是在野党 你没有这样子去拼 就不像一个在野党的样子 那但是在野党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做 或者说在野党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民众更理解 然后愿意更支持 这个是不是才是更重要的一个重点 这个都是很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在很多的政论节目 或者是媒体的评论 那对于在野党 是不是应该要反击 在野党要不要去主导一些活动 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甚至前一阵子 凯道刚好这个活动的时候 很多媒体也问 这个国民党说 你们要不要参加凯道的这场活动 那这个国民党的态度 其实是觉得 这个是公民发起的活动 大家都尊重 那也尊重主办单位 但是呢 政党还是有政党的责任在 就是面对这个 韩国瑜被罢免的事情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先尊重 当事人怎么看待这整个事件 第二个其实你要去检讨 在这个罢免事件这么高的票数背后 就是反对党是只有反抗 只有不接受 还是这当中也可以去看到 有一些到底人民的不满 是来自于哪里 年轻人的不满是来自于哪里 高雄市民的不满来自于哪里 那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 有没有哪一些 其实是下一次你要去赢得高雄市民 信任跟支持的时候 有些错误可能是你不能犯的 有些错误是你必须改的 或者是哪一些你做的 可能不够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 那这样的一个反省跟检讨 可能也是必要的功课 除了激情之外 那如果一个政党 没有从任何一个事件当中 有一些的学习跟改变 那难保下一次可能同样的情况 其实会再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个礼拜六 投票罢免结果出来之后 的确这个出乎了整个国民党 当时对于罢免投票案 这个投票率的范围很多 那一般的民调的预测 也没有预测到93万票的 所以连民调都测不出来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的这个罢免案通过之后 其实大家也在讨论 那到底我们从当中看到了什么 又学习到了什么 这个可能是一门功课 那当然大家学习到一点就是 民意如流水 水可在舟 当然也可以复舟 特别是在台湾现在的选举制度上面 我们既有选举也有罢免 那罢免也是公民权利的一环 你没有办法阻止公民 他想要对哪一个政治人物的表现不满 然后发起罢免活动 那唯一可以阻止的就是 你做好你的施政 你给这个市民的承诺 大概都可以实践 那获得人民的信任 可能才可以确保你的任期 是可以比较平稳的走完的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提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注册Telegram 搜寻大写BCC News 加入BCC中广新闻官方版 轻松掌握一天大小事 让你成为话题王 生命就该浪费在 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何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 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 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 让人生得意诗尽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关心您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王玉敏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 在高雄进行当中的是 韩国瑜市长的告别音乐会 那我们回顾 从2017年到2020年 韩国瑜市长 他这一段的政治之旅 大概就是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 曾经造就了韩流的旋风 大家促勇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 当时要2018要参选的名单 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和挂同一个牌子 那到后来2019年 他遭遇到一些 个人的私德家庭等等各方面的检视 还有加上有一些失验的风波之后 他的形象没有像之前那么好了 那所以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立法委员已经跟他切割 也不想跟他站在一起 那现在更是人民用选票 高雄的市民用选票 直接罢免了他 让他离开市长的这一个位置 那政治想起来真的非常的无情 但是政治无情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人性的底线 还是要守住 或者是即使在这个罢免投票的过程当中 政府资源也不应该 没来有的无端的介入跟提供帮忙 这个投出来的票数是一回事 但是整个罢免过程当中 国家机器有没有介入 有没有公平的守住他的底线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很遗憾 昨天这个蔡英文总统 当媒体问他说 是不是有罢韩国家对的时候 他还说这是偏颇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蔡总统 真的不要闭着眼睛 讲这样的话 其实在这个罢免韩国瑜的过程当中 国家资源有没有提供 有没有介入 有没有使力 这一些部长 有没有谨守自己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可以检视的 那这个蔡总统又升为民进党的党主席 在这件事情上不敢表态 也不敢承认这个介入的错误 这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 之前我们其实看得非常清楚明白 中选会的主委李靖勇 那他有没有严守中选会的行政中立呢 没有 然后呢 这个副主委 这个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那他这个也提到说什么 我罢免我骄傲 就是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态度 那这个法务部部长呢 更夸张了 这个主张罢喊的团体 倒用了你的logo 你是法治最高单位的主管机关 结果你竟然说可以原谅 当做好像没有看见 或者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是法务部也沦上致辞 就是不敢去反击 或者甚至说这个已经是疑似处法 可能要法办 通通都不敢讲话 那这个三军国防大学呢 更是破了前例 就是说高雄的区域的罢免案 他竟然要为了这个 来把考试的时间延后 为的就是方便 我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学生回去投罢喊的票 但是一票就是一票 就想尽办法让这些学生可以回到高雄 来做这件事情 那高铁呢 也是破天荒的 过去只有母亲节 端午节 春节 等等这些特别的假日才会有推出这个所谓的学生优惠专案 但这一次呢 就非常的贴心 然后在日期呢 就涵盖了6月6号罢免的日期哦 就是特别开办了一个学生 特别优惠 可以回到高雄的 然后五折优惠的这样的一个票价 跟班次的服务 那只要这个人满了呢 就加开班次 一直到当这个 好像6月5号当天上午呢 还还在加开班次哦 那就是散尽他的运输的角色 把所有年轻学子想要回去投罢喊票的 通通都送到 而且还给优待哦 就是打五折哦 那这一些的作为 这一些的做法 这个蔡英文总统好意思说 没有罢韩国家队吗 那另外警政署署长 他自己带风向说有黑道监票 现在事情都结束了 我们其实可以要求警政署署长陈嘉青 你抓到了几个黑道在监票 你当时带风向 然后把要监票的人抹黑成是黑道 那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6月6号投票完毕了 那究竟有多少个黑道 这个在投开票场所闹事 或者是监票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警政署 也没有看到高雄市警局 针对当天有任何黑道监票 然后事后向媒体报告 他们的这整个执行治安的成果 也通通都没有 那你当下带这些风向 讲这些话 到底用意为何 你的立场真的有中立吗 所以我想现在 其实有一部分韩国瑜的支持者 很愤怒的是 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罢韩国家队呢 通通加入 然后来这个围攻韩国瑜 那基本上这个过程 他们觉得是不公平的 有一些社会力量资源的介入 那坦白讲 政府是不可以这样子做 也不应该这样子做 因为我讲过 罢免虽然是公民的权利 那公民的权利 你就让他整个选举过程 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就好 那你任用行政资源来介入 你就会导致一个罢免的过程是不公 那你原本不要动用这些资源 很有可能还是如外界的预期 在这个罢免案还是会通过 可能票数不会冲到93万 但你今天去动用了这个国家资源 然后让这个罢免案通过 就留下了一个不记录的光彩 所以罢免案通过之后 你如果看媒体的社论 并不是大家都肯定 这一次的整个罢免投票的结果 过程当中 这种不民主不光彩 国家机器介入的事情 这个又引发了另外一边中间分子 可能不一样的看法 那这有一点是圣之不武的味道 这个也没有给韩国瑜市长 一个公平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整个过程 确保国家资源都没有介入 就是公民意志的展现 我想即使通过了 这个当事人会更心服口服 但是你今天是动用了一些国家的资源 包括手掌带头都不公正的情况底下 然后来得到这样一个罢免的成果 那当事人或是他的支持者 当然有话说 当然就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踢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注册Telegram 搜寻大写BCC News 加入BCC中广新闻官方版 轻松掌握一天大小事 让你成为话题王 还不赶快加入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和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 虚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王玉敏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政治焦点人物 当然就是韩国瑜市长 那此时此刻呢 这个草地的公园的音乐会呢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待会呢 大概再过五分钟 可能韩市长就会上台 那他会谢谢高雄市民 那这个也是他的告别的音乐会 就是他今天 大概就是公开出席 可能是最后一天 明天他的市长职务就会遭到解职 那他大概也会沉浅休息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是 韩国瑜市长的部分 那我刚刚提到说 昨天其实我有南下到高雄 那南下到高雄 当然跟韩市长有机会碰面 那这个在国民党的中常会召开之前呢 韩市长跟江启臣主席呢 其实有会面 那那个场合呢 我也有在现场 那坦白讲 我看到韩市长 他经历过这几年大小的战役 然后加上上个礼拜 这个罢韩结果出来 这个市长职务遭到免除 这个对他来讲 我想是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折腾啊 所以昨天我看到他 我也觉得他脸上好像多了一些的藏伤 那这阵子我相信他真的是累了 也辛苦了 就是说不止在政治上面 他遭受到很多的无情的批评 那他在市政上面 他自从这个总统大选失败之后 他回到市政 他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带着这个市府团队 那看起来是非常认真在这些职务上 再加上这个之前高雄市政府 也遭遇到这个大雨的来袭 那为了这个防汛 然后坐镇指挥 我相信对他来讲 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那再加上其实现在有这个防疫的工作 那这阵子我相信他是蛮操劳的 所以昨天看到他 我觉得他真的累了 他真的需要休息 那当然他累了 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许昆元议长跳楼身亡的这件事情 对他的打击也非常的大 那昨天在这一场 会前会的碰面的时候 其实韩国瑜市长 没有谈自己的罢免案 他最关心的 他急着要跟江启臣主席反应的是 有关于许昆元议长 跳楼身亡的这件事情 他为许议长喊冤喊躯 因为他觉得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持续的抹黑许议长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他认为应该要还给许议长 应有的清白跟公道 不应该放任这个抹黑的情况继续 那所以呢 昨天我们到高雄之后 才知道说 事实上高雄在地呢 现在还有很多的儿语 都在说这个许议长的自杀身亡呢 是跟这个赌博有关 就是因为赌很大 那大家一定会想起来 第一时间讲赌很大 这几个字的是民进党的市议员梁文杰 他在脸书就是直接讲说是赌很大嘛 那所以呢显然梁文姐弟时间带的这个风向呢 并没有消失哦 他虽然事后这个脸书文测下了 但是地方的耳语并没有这样子停下来 那这样的一个耳语 其实对于许议长来讲 是真的很不公平 甚至对于许议长的太太跟他的小孩来讲 也很不公平哦 那昨天我在现场听到这个 韩市长的转述的时候 他提到说 当天晚上这个许议长的太太跟女儿 都是跟许议长在家的 那许议长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 他认为这个台湾没有是非哦 那台湾的民族怎么办 那他心中有一股悲愤哦 那虽然家人之前有劝他 但是一转眼就是 就是家人的视线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 没想到他心中的悲愤 他担心台湾的民主 他觉得没有是非这件事情 他还是很悲愤 所以他就自杀身亡了 那所以这件事情 当时的情况 这个昨天韩市长现场也讲给在现场的人听 现实的情况 他认为就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 这个有一些人刻意把风向导向说 是赌博的关系啊 赌很大啊等等 那这样的耳语还在地方流传 这个真的是对这个 已经往生的许议长非常的不敬 那大家都说实则为大 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继续去放大讨论 那这个对于他的这个夫人跟女儿来讲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哦 因为一个是失去爸爸 一个是失去丈夫 但是失去的痛已经很痛了 但是如果再听到街头巷尾做这样子不当的评论跟议论 那这样子的一个伤痛会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人呢 我刚刚还是要强调一次 政治上面对于政治人物 你可以选择喜欢他或不喜欢他 你也可以用选票支持他 或者是给他投这个罢免票 但是呢 人性基本的底线 其实还是要有 所以当这个许议长第一时间 跳楼身亡的时候 这个绿营的明带 在脸书上面 是像是消费许议长似的 那有的是带风向说他读很大 那有的就只指说因为他力挺韩国语哦 这个都是非常不应该的做法 那面对这些不应该的做法 我最纳闷的是蔡英文主席 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主席 面对这件事情 竟然一句话都不敢讲 民进党的党纪 面对党员引发的渲染大波 他们的党纪竟然动都不敢动 过去大家对于国民党有非常多的批评 那但是国民党至少 他面对党员的这些不当的言行 不会去袒护 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即使是党员 他一旦就是不当的言论 引发社会舆论非常大的风波的时候 他就必须接受党纪的处分 所以前一阵子 国民党也针对一些党员的言行 是不当的引发社会 很大的批评的党员呢 祭出了停权的处分 那同样的 当时在网络上面 有非常多的网友认为说 国民党的党员 他是国民党要求什么 江启臣主席要赶快处理啊 国民党一定要记党纪啊 那甚至有的喊得很大声说 那你最好开除党纪啊 那请问这些网友 你认为国民党的党员 如果有说错话做错事 应该要记党纪 那请你用同样的标准 如果你真的心中 有一些是非价值 公理在的话 那面对像许议长 这样子的身亡 这个民进党 他还是是党公职哦 是议员 他是具有党公职的人 那他做出这个不当的消费跟言论 请问这些网友们 你当时在检视 国民党党员的标准 要不要用到民进党的身上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是在网路上面 其实当时批评这个国民党党员的声音很大 请问这些人怎么都不讲话了 一句话都不讲 那当时民进党的这些议员名代 也说还要求说 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要处理 那请问你们这些名代 要不要要求蔡英文主席 也要来好好处理 你们这些党员不当的言论呢 是民进党现在党纪是生锈了吗 就是拿不出来用吗 还是你们认同他们的话 你们也认同他们的价值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这个台湾社会真的要一个基本的是非 就是是非是不分政党颜色的 任何人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政党的责任就是要匡政 要导政 要有个立场跟态度出来 结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520之后 下午赶快就回去担任党主席了 为什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一句话都不敢讲 另外一个是 昨天这个国民党 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包括立法委员 还有党务的一级主管等 大家到这个高雄去调研这个许议长 那也有一些其他党派的人 这几天也都到高雄去了 那今天呢 好像昨天也有人问了这个蔡英文主席 你要不要到高雄去 因为毕竟他是直辖市的一个议长的身亡 在政治上面 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辈分的 大概总统府应该都会有派人去 结果呢 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看起来也没有想去 那结果今天有一个人 跟我讲 我才有点恍然大悟 他说 因为许昆元议长生前 跟陈菊 他是严格监督陈菊的 那所以因为就因为这样子 那即使他往生了 民进党的人 特别是高层 完全就不敢表示意见吗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跟之前大家政党不同 互相监督 这已经完全两件事了 那所以民进党在处理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当他口中高喊一些公平正义的价值 在检视别人的时候 这个好像很重要 但是回到自己的党员本身 甚至已经是党公职 好像这一块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难怪之前大家都会说 民进党是双标党 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出来 那我是觉得 现在当然民进党拿到了这个总统 那立委席次也是过半 他现在是台湾的最大党 也是执政党 但是执政党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民众也都在看 那我们希望这个民进党要求别人的事情 自己都要先做到 那这个可能才比较可以撑起一个执政党 然后未来如果希望赢得人民的信任 这个是有机会的 要不然我觉得我刚刚讲过民意如流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那现在是一个最大的执政党 不代表永远是最大的执政党 会永远执政 因为选民时时刻刻都会检验这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党的一言一行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六 真的很不平静 就是韩国瑜市长被罢免之后 那接连又发生这个许昆元议长跳楼身亡的事件 那让整个高雄的这个气氛是非常的低迷的 那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 随着韩市长的离开 接下来高雄的议题就是 谁会是下一任的高雄市市长 那韩国瑜市长不提出这个诉讼之后 很快的在三个月之内就要展开补选了 所以现在高雄补选是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今天这个最新传出来的 就是代理的这个市长的人选 原本是说 之前大家在说会不会陈其迈自己代理 然后自己参加补选 最后又变成是高雄市长 那今天传出来最新的可能人选 也不是之前讲的王国才 那是杨明州 那听说他之前其实就是在高雄 已经历任过九位的市长 所以算是在高雄服务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我记得韩国瑜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好像也重用他过去的经验 有曾经担任过副市长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被调为是参事 那这个代理市长看起来是 找一个高雄市政熟悉的人 先稳住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补选 那当然今天补选 大家像媒体也一直在问我说 国民党会推出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派人 那国民党现在真的变成是一个很民主的政党 就是一个议题 党员就各自主张 那各自都有想法 那之前也有人一直讲说 国民党干脆就不要派人 国民党因为反正现在让大家休养生息 就是都让民进党全面执政好了 那但是这样一个主张跟看法 当然也有人是很不赞同的 会觉得是未战先祥 然后也没有展现积极的 再一次的挫败之后 没有积极的去为这个高雄想要继续扎根 可能会被解读成是失败主义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党中央现在立场是非常的清楚 党员可以有各自的立场 那最关键的是 党中央现在的立场 昨天南下到高雄 已经开始积极的去征寻一些可能的人选 那国民党在这一场补选当中 一定不会缺席 会推派出人选 那不管这一亿会不会赢 当然外界普遍预估 如果对上陈其迈 三个月内补选要赢的几率很低 但重点是这个人 如果未来在高雄愿意长期的耕耘 那本身的条件能力各方面 也可以都获得高雄市民的信任 我今天已经讲了 2020-2022的市长会是谁 还不用太早下定论 所以国民党会积极的来参与这一次的补选 那当然呢 高雄的补选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蔡壁如主动说 希望这个大家可以合作 就在野党可以合作 不过他已经先设了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人一定要是无党籍 我觉得如果要合作 是不用设前提 倒不如因为国民党毕竟还是执政比较久 人才库比较多 如果说今天还是是一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但是因为他的能力条件各方面 其实也都很好 那我觉得民众党也好 其他的在野党也好 也不用拘泥于就是他有党籍就完全不能合作 重点是如果他是个好的人才的话 那应该在野党可以在这一个议题上面 共同去支持一个好的人才 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讨论 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那所以呢 我想这个高雄市的补选很快就要展开 那这个国民党大概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犹豫 所以积极去秘财 找到一个大家共识很高又优秀的人选 可能就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那一时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 我觉得国民党的党员 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只要愿意继续深耕高雄 就像2018韩国语可以翻转高雄 那未来这个有的人就很悲观说 国民党什么20年爬不起来 我觉得做这种很悲观的预测 这个都是太言过其事 其实一个政党能不能获得支持 看你怎么做是在人为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到这边 下礼拜我们希望大家准时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